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第二次向左忙的时间 刚才跟常博聊的时候都说过 其实资源的分配 特别对于可能和社工相关的一些团体 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机构本身 其实可能都领导社工本身主业算法的一个立成 其实其中一件事就是 刚刚在我来之前都预备了 看了一些资料都会说到 其实自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因为这个新智能主义 其实很多机构的一些 可能是洗钱的模式 撥款模式都变了 而其中一个我想 其实可能在座有些人都会受到影响 就是一个叫一筆个撥款 其实我自己本身工作的机构 都将会推人这个阶段 整一筆个撥款的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它做一个评估 就是用一个所谓拍照的方法 就是将在某一个时段 将你的支出拍一幅照 拿个中位数出来 以后都可以这样用 然后一筆个撥款给你 就是这样 你自己搞定它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整筆个撥款就是说 表面上就是说要去监察 或者制止那些机构的官僚和浪费 但实际上只要你维沙林就知道 因为那幅影响的照片 就是一个硬照来的 而社会的发展 就是一个远远流长 好像一部电影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譬如以前没有爱私病服务的 或者没有同性戀的服务 或者以前是没有这个 没有虐异服务的 我们以前也没有这个 中港婚姻引起的矛盾 你现在就由于 它用整筆个撥款去控制开支 就给了一个压力的机构 第一它会削减那些 它认为是无用的服务 第二它也会令到社工的职业 没有保障 社工人人自危的时候 还做什么呢 整筆个撥款之下 为了省钱也会请到很多合约的员工 因为员工本身在社工的労动力市场 根本就是拜君之将 哪里抬下一个头做人 它自己都没有self-confidence 和学来self-empowerment 它不可以empower自己的时候 怎样是empower人呢 这个就变成了 现在社工机构里面 上有肥上瘦下 搞小金库 削减这些 它认为无效益的服务 这是一个原因 甚至早上也有些报道 甚至有些社工本身要签新的合约 然后人工就会搞 同工不从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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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现象出现 或者是将那些post的要求越来越高 很简单 现在有很多做这个 www 就是wfare worker 可能已经有社工资格 当然我不是说 一定要讲学历 但是现在出现的情况 就是说 很多本身有专业资格的人 本身在做一些所谓非专业的工作 原因就是因为政府要减钱 而资助机构本身 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些管理层就更加有权 所以整个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架构 是受到非常大的充值 从业员本身 已经受到这个失业的威胁 和晋升的威胁 和减薪的威胁 还有对整个中业来说 就是说 特别是一些可能 当然在一个中业里面 可能有一些是年资比较浅 或者可能比较年轻 也都有一批可能就是 可能已经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或者可能会觉得 就是在他这个年纪 再转其他的工作 或者其他的轨道 其实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整个一筆各撥款 这个做法推人之后 因为要省钱 那会不会就是 很多时候会令到就是 可能一些知识生命员工 因为要省钱了 不好意思 机构不可能 这个来说 你看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整筆各撥款之下 和这个外判的外判服务 这个逃高不同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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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些请非合约的员工之下 多些请非合约的员工之下 是产生的 是 是 你不用想的 它根本的机构的文化就是不对 就炒你 是吧 这个此其一 第二个就是 你要看回整个跳轨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社会因为 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 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而也都引起了贫富悬殊 我们的投资是不成比例的 比如说我们GDP增加了一倍 我们在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投资 是不会增加一倍的 现在还要削减 他觉得这件事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才会整筆各撥款 还有我们在财政预算案里面 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政府拿钱来做社会福利 和社会工作的占的百分比 就是占GDP的百分比 是比外国低很多 至于财政收入 就似乎看上去好看些 但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政府不抽税 他觉得社会福利 社会工作的东西是可有可望 可以在数量上减 也可以在质量上削弱 在香港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现在香港社会越来越多 可能一些新兴有一些社会问题 例如最近经常说到 就是关于青雪莲吸食軟性毒品 吸食軟性毒品也是 也是 家暴也是 根本不够人 莫说要做社会工作 社会连做服务也不够人 甚至可以这样说 不要说要去医 要去防止 其实你不够奢务 根本你没有办法 唯有真的太多 很简单这样说 现在就是等于连药苗都没有 不要说中这个预防药苗 现在就是说 你来到打针可以顶住先都没有 这个是一个悲歌 其实在昨天的社工大学行业里面 现职的社工比较少 全部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觉得这份工作可能没有前途 也觉得很不合理出来 你现任社工去哪里呢 这也可能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 就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就是 如果我现在的位置还保得住 我还拿到那么多人工 我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事 我为什么还要割头露面出来 是的 所以整个拨款加起来 这个政府割预算 结果就是造成了人人事危的寒蟬效应 还有是很依赖这个人脈 人脈的关系 就是如果你尝试看你的 那你就没事了 如果尝试不看你的 那你就大件事了 因为可能你转了做非合约的员工 或者炒了你 你很大件事了 你就减了人工 所以这个 我觉得社会福利界 罗志光当时赞成整不国阔本 就是他是民主党的所谓治郎 那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 真是用屎乎当老 用屎乎当老 他真是罗志光以为自己很聪明 他完全不明白 即是 无论怎样说也好 香港现在的情况 不是社会福利太多 而是社会福利不足 社会服务不足 而香港也都不是花了太多钱 而是在佔我们的 国民收入的份额很小 尤其是不同 不能够和国民总产值的增长而增长 而且这一道背后除了数字之外 其实在概念上面 很多人会觉得 就是社工 又或者一些可能需要的社会服务 好像是一些 你是不是有问题 可有可无 第一就是 第二就是 那些客户本身是一个 受社会的利益 这个利益 当然是利益 但是为什么 你要想一下就是 为什么他接受利益 以及他是不是接受利益 其实我觉得在社会服务 以及社会工作的层次里面 其实那些是个犯罪 是个犯罪 有什么不值得的 就是等于你去医院 你没有理由问 那个病人应不应该医治他 始终我转了这个观念 就是说 其实社会服务 或者社会福利 只不过是社会里面 产生的一些病态 的一剂药 可能也不是和他整个 Operation 帮我一次过搞定 给他一些药 你都说浪费 有没有搞错 原因就是想一下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社会 或者政府觉得自己会呕好 不让自己呕死 或者这一段时间到这里 待会大陆再见